第四十九集 方平没敢多说 真要说几百万 父母恐怕真要心脏受不了了 何况他也要留一些钱 屋者耗钱严重 他虽然有系统 可也需要财富值 等考上了五大 方平还想做点生意试试 总不能每次都指望遇到冤大头 这话已出 屋里几人又呆住了 奖励了四十万 这钱来的有这么容易吗 还有 去教育局上班 教育局可不是清水衙门 这可是阳城的权力机构之一 哪怕只是一个门卫 也有无数人抢着去做 家里没关系的 谁能去教育局当门卫 儿子居然 能和教育局的局长搭上关系了 方明荣这时候 比刚刚知道房子的事 还要震惊和不敢置信 他就一个普通工人 在陶瓷场累死累活的 每个月休息两天 一个月下来能挣三千多 现在去当门卫 就坐在房子里登记一下信息 一个月能拿五千 关键还不是工资高的问题 去了教育局 哪怕只是个门卫 也算半个官家人了 他方明荣居然也能有吃官家饭的时候 方明荣不敢置信 李玉英也惊讶不已 方元则是没父母想的那么多 这丫头脑袋里 现在想的都是奖励了四十万 好多零食 好多吃的 可以看电影了 一股脑的念头从方元脑海中涌现 再看方平 那还是方平啊 明明是闪着金光的一栋宝库 方平出去短短十天的功夫 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好消息太多 父母一时间难以消化 方元更是兴高采烈地邀请方平 明天共进午餐 花光自己的小金库 然后兄妹俩共享方平的小金库 至于两者之间有多大差距 小丫头自动忽略了 这一晚 方明荣夫妇睡得不安稳 两口子一直小声聊到深夜 方元则是睡得踏实 睡觉的时候脸上都带着甜笑 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好吗 至于方平 修炼了一遍淬炼法之后 拿起基础腿弓翻看了一遍 他准备一品镜 淬炼下肢骨 腿弓更适合他 可战法和弓法有些差别 淬炼法不入五者镜 主修几条主脉就行 战法则是复杂得多 包括一些发力技巧 这都不是靠本书 就能看懂的 没有导师的指点 修炼了也效果不大 方明晚上又打了一次 老王的电话 结果还是无法接通 这让方平有些郁闷 这家伙到底去哪了 还是说换了手机号码 他认识的人当中 除了王金阳 也没人能给他指点 张永和他不熟 谭振平则是不修战法 老王是不是知道 我气血这么高 受到打击了 所以不接电话 方平心里付肥几句 只要暂时压下修炼战法的心思 第二天 5月11号 周日 观户院 进房子的那一刻 除了方平 全家人都一脸的喜悦和震撼 楼上楼下大大的客厅 阳光明媚的阳台 崭新的装修 在老房子住了几十年 习惯了一楼的阴暗潮湿 陡然间进了新房 哪怕集体装修 其实很一般 在方明荣夫妇看来 也是富丽堂皇 华贵无比了 方圆激动得都快疯了 进门就跑到沙发上 打起了滚 接着 爬起来就往楼上跑 看着女儿兴奋的样子 方明荣脸上露出难眼的笑容 转头看向方平道 这些家具 都是便宜货 房子装修的时候 附带送的 方平也没说自己买的 陪着父母进了客厅 笑道 可以扔了换新的 其实她知道 自己说了也是白说 之前她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借口让父母搬来 新买的这些家具 都没用呢 不出她所料 李渔英马上称怪道 哎呀 都是新家具 扔什么扔 就这些挺好的 说着 李渔英在楼下看了一圈 嘴上一个劲地念叨着 哎呦 真好 光线也好 地方也敞亮 念叨了一阵 众人又一起上了楼 楼上 方圆已经悬好了房间 见父母上楼 喜行余色道 方平 我要这间房 楼上总共两间卧室 一个健身房 一个书房 面积都不算小 新房卧室的面积 比老房子要大得多 不过这时候都是空的 上次方平买家具 就是简单糊弄一下 买了一个小沙发床 放在书房那边 李渔英文言进房看了看 一看就呵斥女儿道 您要什么房间 新房子 咱们不搬来住 方圆愣了一下 脸上满是委屈 方平也待了一会儿 接着就笑道 妈 您不会想着 给我留着当婚房吧 我要上五大 我还没成五者 就有房子奖励了 您觉得我上了五大 成了五者 还会缺房子 阳城的五者 哪怕再弱 也不会住这种房子 等我五大毕业了 住的都是别墅 再说了 到时候还回不回阳城 都难说啊 母亲一开口 方平就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 这么大的房子 还是新房 当然要留着 给儿子结婚用 直到这时候 李渔英 大概还没缓过劲来 方平已经不再是 那个平庸的高三学生 而是预备五者 这下子轮到 李渔英发愣了 方圆也撒娇道 就是嘛 方平都要考上五大了 五者可有钱了 妈 咱们搬来住 好不好呀 这里 距离我们学校也近 女儿撒娇 儿子说以后不缺房子 李渔英 只好转头 看向方明荣 方明荣之前 也和李渔英一个想法 可这时候 方平说话 方明荣意识到 方平已经和他不一样了 微微犹豫了一下 刚想开口 方平就笑呵呵道 爸妈 别纠结了 今天刚好是母亲节 我也没准备礼物给妈 这套房子 就当母亲节礼物 送给妈了 爸 你别嫉妒啊 等到了父亲节 我也送您礼物 这孩子 方明荣脸上带笑 心里不再犹豫 看向妻子道 平平都这么说了 咱们就住着吧 回头出空再添置点家具 和日用品 过段时间再搬过来 爸 现在搬过来好不好 方圆又开启了撒娇模式 她只想现在就住进大房子里 方平也笑道 趁着今天咱们家人都齐了 待会儿就把缺的家具 都给买了 今天一天给买齐全了 明天就能搬来住 老屋那边也没什么好搬的 带着衣服就行 哪能这么随便 李渔英急忙阻止的 这搬新房啊 得调个好日子 得通知亲戚来吃喜酒 哪能说搬就搬呢 再说了 咱们搬来了 家里的房子 也得收拾好了租出去啊 见母亲不同意 方平也不再劝 房子已经告诉父母了 他们怎么安排 随便他们来 方圆一脸的生无可恋 她只想现在就住进来 可爸妈还要准备好多天 好绝望啊 不过全家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 今天去看看家具 该买的东西都给买齐去了 出门的时候 方圆拉着方平躲在后面 一脸淒迹道 哥 今天母亲节 你说新房子送给妈了 父亲节你要送礼物给爸 那过些天妹妹节 你送什么礼物给我呀 方平一脸懵 妹你个头 哪来的妹妹姐 仿佛知道方平不理解 方圆一脸认真道 就是儿童节啊 你也可以当妹妹节过的 方平哭笑不得 无语道 那这么说 是不是还有哥哥节 有啊 五四青年节 不过好可惜 过节的时候你不在家 我都给你准备礼物了 没送出去 哼 方平狂翻白眼 熊孩子 真讨厌 上午 全家人一起去了家具城 和方平随便买不同 父母买东西 比了一家又一家 价格问了一遍又一遍 家具城上上下下 跑了七八圈 结果还是没确定在哪家买 除了父母看花了眼 方圆也认认真真地跟着跑 他主要看 自己房间的家具 一点都不嫌累 不过方平已经听到了 父母小声在安排 楼上的两个卧室 方平一间 他们一间 至于方圆 住楼下的小卧室 方平听在耳里偷着乐 也不告诉一脸雀跃的方圆 很想知道 这丫头选好了家具 结果被告知 她要住小卧室 是什么表情 当然 方平也不在乎住哪个房间 等上了大学后 她在家的时间不会太多 一上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吃中饭的时候 李玉英准备回家做饭 结果方圆自告奋勇 强烈要求自己请客 当母亲节的礼物 送给李玉英 方平不得不佩服这丫头 昨天还说好了 这顿饭是请她的 现在又当母亲节礼物了 也就父亲节没到 要不然 这丫头一顿饭 能当几份礼物来送 吃完了中饭 方圆的小金库 差不多也空了 傅完仗 这丫头可怜兮兮地 看着方平 一副以后靠你了的样子 让方平很想 把她的脸捏得更圆一点 下午父母还要去看家具 方平则是没陪着 去了一趟银行 又办了一张卡 往里面转了三十万 她自己的卡里 还剩下两百万出头 这笔钱 方平准备留着 接下来做点生意 她先前的资金来源 都是无根之平 不可能每次都有 黄斌和金克明 这种冤大头给她送钱 坐吃山空 方平的那点存货 未必能用到二品 舞者迷费很大 这点方平已经深有体会 王金阳这种人 也不得不接任务 出来挣钱 给自己购买修炼资源 方平虽然有财富值 可以替代 可财富值 也需要挣钱才能有 就在方平一家人 为新房布置的同时 天南 被方平念叨了多天的 王金阳 脱着疲惫的身子 出现在了天南一处 军事基地中 此刻的王金阳 没有了往日的淡定从容 头发乱糟糟的 衣服也破烂不堪 身上沾着一些干涸的血子 王金阳身边 还有其他人存在 当日从南阳五大出发 无品镜的张青南带队 南疆五大导师十六人 学生十一人 加上张青南 总共二十八人的队伍 此刻 零零散散地 或庸座 或战力 总共不到二十人 干净斯文的张青南 此时浑身污渍 右手搭拉着锤下 眼睛发红地环顾一圈 张青南声音沙哑道 我们的任务结束了 几万 九大宗师会发起最后的总共 彻底镇压天南入口的异动 同学们都可以回去了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刘老师 你待会儿带队回学校 青南 你不回去 被点到名的刘老师 急忙问了一句 张青南微微摇头 低声道 今晚总共结束 低谷入口 会被强行关闭 我要带沈全回来 道师 王坚阳声音沙哑 双眼赤红道 社长绝不希望 您再以身射险 再入地窖 我知道 我知道您在自责 可这不是您的责任 是我们太过大意 没听您的嘱咐 冒进深入 害得社长深陷地窖 可现在地窖入口处 已经危险万分 您不是宗师 再进去 张青南沉声道 不用再说了 我是南江五大 此次任务的总负责人 每能照顾好你们 是我的责任 来的时候二十八日 现在要走 哪怕已经牺牲 我也要带着大家一起走 道师 清南 张青南脸色一素 清贺道 刘老师 现在 你带队回校 等我找到了审权 马上就回校 王老师他们 张青南狠狠咬了咬牙 声音悲泣道 安排好他们的后事 替我和他们的家人 说声对不起 刘老师双手握拳 深深看了张青南一眼 接着就沉声道 我们走 老师 走 回去 事情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留在这儿于事无补 送王老师他们回家 刘老师不再犹豫 转身就上了车 见其他人还站着 顿时喝道 上车 难道你们想留在这儿 断了五大的根基 等我们有了实力 再来报仇 我们若成宗师 重启此门 血债血偿 好过现在送死 王金阳咬紧牙关 身体站立 片刻后立声道 走 此地已经非他们能留 只有等到突破宗师 才有希望回来报仇血恨 伴随着王金阳迈步 无道社众人纷纷跟上 王金阳转头看了一眼张青南 大声道 道师 我在学校等你 你若不回来 我就娶了你女儿 混小子 你你才十岁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张青南笑骂一声 左手挥动道 走吧 等我找到了沈全 和他一起回校 众人不再言语 汽车缓缓启动 五月十一日 深夜 天南地里身处震动 由宗师前往镇压 当夜 方平并未察觉到异常 直到天亮去了学校 才从同学们的议论中 知道了消息 因为有宗师提前预警 群众撤离急事 并未造成普通群众大量伤亡 只有少数一些人舍不得离家 受到了波及 尽管人员伤亡不多 可财产损失惨重 这是方平没太当回事 不过隐隐察觉到 各地氛围紧张了不少 舞者不多的阳城 方平都在路上遇到过陌生舞者出没 这可不是正常现象 直到南疆总督带队回归 这种紧张的氛围 才渐渐缓和了下来 方平再次和王金阳取得联系 是在5月17号 电话是王金阳主动打过来的 之前一直联系不到老王 方平后来发了条短信 就没有再打电话 电话中的王金阳 语气有些疲惫 接通电话 王金阳简单解释了几句 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做任务 手机不方便携带 说了一下没接到电话的原因 王金阳就问道 一段信中说 想修炼战法